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今将过去这周的纳指是出现了小跌 虽然本周稍早的时候 因为川普总统对科征关税强硬的做法与言论 影响到周一周二的美股表现 但从周三开始 华尔街又逐渐恢复了信心 尤其周五的时候就业数字大超预期 提振了投资人的信心 美股出现反弹 各大股指几乎是收复了早先的跌幅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是12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却开局不佳 川普政府宣布恢复巴西和阿根廷 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铝关税 再加上公益管理协会公布的 11月份制造业指数意外下滑 三大股指表现疲弱 道指收盘跌了268点 跌破28000点的关卡 纳指下跌了97点 周二股市再度的收黑 由于川普暗示不排除等到2020年 总统大选后才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加上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也证实 除非对中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否则中国商品的新关税 将会如期的在12月15号生效 道指是再跌280点 纳指也跌了47点 美股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的收黑 而周三美股的道指在连跌三天之后 终于出现了反弹上涨 彭博社报导又知情人士透露 美中双方对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 将会消减关税规模 已经更接近取得共识 消息人士也透露 第一阶段的协议除了包含消减关税外 也将会包含如何确保中国将会购买 美国农产品的议题 而尽管当天有扫非农ADP等经济数据 不佳的收息 但各大指数还是收涨 道指收盘涨了146点 纳指上涨46点 周四美股市表现平淡的 没有太大的波动 华尔街持续在观望 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并且等待就业数据 即将在周五出台的成绩 各大指数收盘近乎持平 那么Nike与苹果是领涨的道指 道指收盘涨28点 纳指上涨了4点 来到周五 劳工部公布的11月份的新增 非农就业达到26.6万人 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19万人 一扫周三令人失望的小非农的表现 贸易谈判部分也逐渐的走向乐观 美中双方都表态协商沟通顺利 川普总统说 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顺利 财政部长梅努钦也说 和中国贸易谈判的负代表进行通话 一切都在正轨上 道指收盘 涨337点 最后收报在28,015点 标普白指数涨了28点 收报在3,145点 纳指涨了85点 收报在8,656点 至于刚刚过去的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T-Mobile表示将推出首个全国性5G服务 覆盖约60%的人口领先于市场的竞争对手 Verizon和AT&T的5G部署 另外英国的首相强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会继续要推进对脸书 还有谷歌等美国网络巨头来征收所谓的科技税的计划 他认为这些企业应该要承担更加合理的税项负担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英国首相强生表示 政府有需要审视这些大型科网企业 他们赚取的巨额收入以及所缴交的税额 也要搞清楚当中的问题 这些大型企业应该要承担更加合理的税项 英国前财相夏文达是第一位提倡 英国征收所谓数码税的官员 去年10月尾提出的建议是 在2020年的4月开始 向大型全球性的科网企业 在英国的收入征收4%的税款 夏文达估计 此举可以为英国每年增加大约5亿英镑的收入 当时英国财政部的预算办公室 也点名提出 可以对亚马逊 Facebook以及Google这些大型科网企业 每间开征3000万镑的薪税 税率大约是他们在英国收入的2%左右 保守长在执政蓝图中已经承诺 如果在这个月的大选中胜出 将会对大型的科网企业在英国的收入 收取所谓的数码服务税 T-Mobile在声明中指 该公司推出服务后 是该公司在5G网络市场中获得领先地位 此外 在T-Mobile完成和第四大电信商Spring 260亿的合并案之后 将带来更好的5G服务 同时 他们也承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与竞争者Verizon和AT&T进行合理的市场竞争 此外 T-Mobile也表示 新的5G网络覆盖了5000多个城市 约为60%的人口 T-Mobile本月6日将开售 中国一家和韩国三星生产的两款5G手机 这两款手机将使用美国移动电信公司600MHZ 频谱提供的5G服务 该公司的4G服务同样使用这一频段 在先前 T-Mobile和Spring曾表示 在合并完成之后的三年之内 将部署一个覆盖97%美国人口的5G网络 并在六年之内将部署范围扩大至99% 农村地区也有90%的覆盖率 另一方面 两家公司还保证90%的人口将能够获得100Mbps网络速度 99%的人口则能获得50Mbps的速度 根据数据 今年第三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总量 大约有3亿7500万部 暗季增长9.2% 产量排名前六名的智能手机品牌 是3C、华为、苹果、OPPO、小米以及Vivo 它们一共占据了全球市场七成八的份额 Trendforce报告指出 由于各大品牌的库存控制已经更加谨慎 并且随着5G产品的出现 智能手机市场开始进入观望阶段 预计市场需求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将会有所减弱 而各大品牌在今年第四季的生产计划也会相对保守 预计今年的全球总产量大约有14亿部 按年下降4%至5% 报告也预计在明年的全球智能手机 5G智能手机市场的普及率预料将达到一成半 而中国品牌手机将赚5G智能手机市场约六成的份额 在今年第三季时三星的产量有7810万部 比去年同期增长4.8% 排名第一位 华为产量为6750万部 排名第二按据上涨13.4% 排名第三的苹果在第三季度的产量有4670万部 如果按据比较数量大增4成2 是所有品牌中最大的按据产量增幅 ADP公布 全国的私人企业新增职位 在11月份有6万7千个 远远少过市场预期的14万个 也差不多只是10月份数字的一半 10月份的全国私人企业新增职位有12万5千个 数据显示 员工数目超过500人的大型企业 期内职位增加了2万7千个 中型企业职位增加2万9千个 而员工人数少过50人的小型企业 职位增加了1万1千个 ADP的这项每月数据 一向被视为是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前的重要指标 劳工部将会在后天周五 公布10月份的全国非农业就业数据 市场预期 全国职位会增加18万9千个 失业率就保持不变 维持在3.6% 福特汽车表示 将用麦当劳的咖啡豆壳碎屑应用于汽车零组件 将能减轻20%的重量 更好地提高燃油效率 并在制造零组件过程中 为公司节省多达25%的能源 此外 咖啡碎屑材料制成的零组件热能性 更优于当前所用的材料 第一个将使用咖啡碎屑生产的零组件 将是前车灯的塑料灯罩 在竞争性绿色技术公司和福特供应商的协助之下 这款前车灯罩预计将于今年底用于福特的林肯 Contentral车型 据报道 每个车灯灯罩将使用约30万颗的咖啡豆壳 福特研究团队的高级技术负责人表示 由于咖啡豆壳碎屑复合材料有更好的耐热度 因此更耐用 麦当劳计划将公司北美大部分的咖啡豆壳碎屑 转交给福特 两家公司也计划持续探索新的方法 以共同致力于永续发展 虽然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间的销售天数 是减少的6天 使得购物天数相对的变短 但是今年假日购物季 从黑色星期五到网购星期一 交易额却双双创了历史的新高纪录 有多位业内人士就分析 日益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 稳定的就业市场 假日购物季的天数缩短 还有零售商物流更迅速等等 都是促使消费者由线下转战到线上的原因 然而随着黑色星期五的实体店客流减少 和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 许多传统的零售商店现在遭遇到困境 在假日购物季可以说是 举步维艰像是Macy's还有Course 不过也有些零售商不仅线下的门店 客流量稳定 线上也能获得亮丽的业绩 像是Target和Walmart 市场分析师认为 感恩节价勤的销售额表明 美国人的消费依旧潜力十足 而那些提供最好 最具吸引力的在线服务的连锁店 就最能够充分抢占 这份坚实的消费力 究竟零售业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从今年的感恩节购物形式的变化 或许可以看出业者接下来转变的方向 以下就是我们整理的 感恩节网购创新高零售业 冰火两样琴的专题报道 感恩节晚上吃完火鸡 通宵排队抢购物 是美国人过黑色星期五的传统 然而这一传统的购物方式逐渐失宠 今年许多商店仍可落雀 分析公司Retail Next表示 根据数据 今年实体店在感恩节价勤的净销售额 下降近一个百分点 客流量也下降了4.2%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下降 而是购物方式的改变 越来越多消费者专向线上购物 零售业咨询业者表示 今年恶劣的气候 打击部分消费者去门市消费的热情 由于感恩节假期 美国许多地区遭遇暴雪天气 不仅令数百架航班取消 也对民众的出行造成干扰 数据分析公司Adobe表示 在黑色星期五当天 超过两英寸的降雪 使在线销售额增长了7个百分点 根据Adobe Analytics发布的数据 今年黑五的线上交易额 为74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网购星期一的线上交易额 为94亿美元 也同比增长了19.7% 两天的交易额均创历史新高 而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夜间购物的比例在上升 网购星期一晚上10点到凌晨2点 美国消费者在网上花费了29亿美元 几乎是一天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根据全美零售联盟调查结果 从感恩节至网购星期一的五天假期里 全美大约有1.9亿人进行了购物 同比增长14% 创历史新高 全美零售联盟还表示 调查显示 购物者在这五天的人均消费 为361.90美元 同比增长了15% 为了抢夺客源 今年多地的零售商也都加强了物流服务部分 为了与亚马逊竞争 推出次日送达的服务 以沃尔玛为例 只要消费者购物金额超过35美元 就可以享受第二天免费送货的服务 除了第二天送达之外 包括Sax Fifth Avenue Nayman Marcus No Strong在内的实体零售店 也都推出线上购买线下取货的交易 根据统计 今年线上购买线下取货交易额 也同比增长了15% 实体百货商店 其实比其他类型的零售商店 更依赖于在黑色星期五 赢得顾客的美元 但如今以Macy's Coors为首的连锁百货公司 实体销售额正逐渐下滑 而且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Macy's和Coors在11月份公布的财报都令人沮丧 假日购物季还没有到来前 两家公司都调低了他们在年度利润预期 今年以来Macy's的股价跌幅超过47% 这是Macy's自2008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 Coors的股价则是跌了超过27% 零售业分析师表示 由于亚马逊不断从传统百货手上抢客员 他们如果不赶紧调整步伐 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访问到海投全球的CEO王金龙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资产配置方面的讯息 我们稍后回来